连环画故事 杨贵妃 第六集 鱼羊皮骨 编绘 贪妃英 上集说道 明皇要替安禄山的儿子指驾皇室 宣召安禄山来经观礼 安禄山接到诏书后 就立刻召集左右记忆 去还是不去长安 手下有人提议安禄山 称病推却 令上一道表文 说要进贡骏马三十匹 明皇接到表文 觉得难以应付 因为表文声称 要派藩将二十二名 精兵六千护送马匹 明皇说 如此一来 岂不是兵临城下 他和杨国忠记忆了一番 决定立刻派钦差去加以阻止 并且宣召安禄山马上进京 等他来了 再将之拿下 但是安禄山不上当 而且态度傲慢得很 钦差到了他那里 他只是躺在床上接纸 这个时候 安禄山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 各路大军 各路大军纷纷云集黄河以北 待命行动 明皇对于这个情况 却仍是猛然不知 寒霜出将 他又带了贵妃到 离山碧寒作乐去了 那是天保十四年十一月的夜晚 幽州节度使的衙门内忽然来了数十元将领 大唐内灯火恍然 戈毛林立 肥胖的安禄山坐在虎皮交椅上 亲自发布命令 统帅跟前的卫官 首先捧出文书宣读 称逆贼杨国中谋反 东平郡王安禄山奉皇帝密诏 率兵入京平定叛乱 接着 安禄山派遣各路将领 各执兵服按照军略调兵待命 第二天 大教场上早已排定文武官员 不齐将校 安禄山身披战袍 乘坐战车而来 他直入中军帐坐定 接受了各将的参见 再有人把预备好的试诗文告拿出来宣读 部将使斯明奉命统兵十万 由范阳出发 进军虎劳关 河北一带的城镇都遍贴习文 列举阳国中的罪状 说明安君出师的目的 此时 明皇和杨贵妃还在离山 因为安禄山多时没有来 明皇有些心神忐忑 贵妃见皇上郁郁不乐 便和宫人内官布置了一处庭院 好让他开开心 北方十一月已有小雪 这日天雨阴沉 寒意甚浓 杨妃不止停荡 便请皇上驾临 明皇正在心烦 也乐得走走 于是 由杨妃扶上不年 曲曲行来 不久来到一所别院 抬头看时 只见苍藤翠竹 回还遮掩 入得院内便有一座小楼 露出一角明窗 明皇夏年 不过回廊 贵妃扶他登楼 地板上都铺着宣州供来的丝坦 踏着十分柔软 到了楼上 又见珠莲四卷 窗外远山尽树 仿若花瓶 明皇心神为之一爽 楼中早已排下牙盘御膳 十余功绩各执月器分裂两旁 贵妃对明皇说 今日天寒玉雪 臣妾打算与陛下围炉 听取看花 一破沉寂 明皇甚为欣喜 入席之后 想起杨妃说要看花 便好奇地问 这时有什么花可看 杨妃说 陛下稍等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话刚说完 楼外早已有人推入一座车栏 栏内高高低低 摆了一列列花盆 在看时 盆内再满的都是灿烂的春花 牡丹 勺药 海棠 可谓应有尽有 车栏到处 花香扑鼻 满目生辉 明皇又惊又喜 忙问贵妃 怎么弄来的这件东西 贵妃说 这是臣妾想出来的 先把春花插在温室里培养 等到天寒饮宴需要时 再随时移入车栏中 所以名叫宁春兰 明皇听了 孝竹颜开 面对明花美人 她又像置身于万子千红的阳春庭院里一样了 接着 杨妃叫公祭奏乐 离山地势较高 风吹歌音 声飘处处 听来仿如鲜月 然而 历经了一百多年太平日子的长安居民 万没有想到 此时安禄山的大军正一步步的逼近而来 明皇和贵妃欢宴到晚还没有结束 忽见高丽氏匆忙而入 面带金黄神色 富而起奏 说是有紧急编情 在向请求极客刺见 明皇呆了 他匆匆来到华清宫的遍殿 杨国忠立刻呈上一叠各地告急的公文 安禄山真的造反了 明皇立刻召来大臣们讨论 杨国忠先是表白了一番自己有先见之名 早看出安禄山已有一心 又安慰明皇不必心交 必有人会将他拿下 斩首入京的 明皇不敢大意了 拙令杨国忠进行防御 杨国忠便举荐和西老将封长青和进军大将高先之应敌 且说安禄山的军队出师之后 势如破竹 一路锁到城池几乎未遇抵抗 因为太平的日子过得久了 各州县早已兵带泄缺 一旦事发 守将都无兵可用 他们所能做的 就是曹写称为语书的紧急公文 派快马日夜飞驰 向长安告急 可是安军来得更快 那些胡兵胡将 九木中原繁华 都想争先杀到长安 尽情享乐一番 安军一路上浩浩荡荡 漫山遍野 好比蝗虫一般 一下子变到了黄河北岸 时至十二月天气 河水冻结 安军没费多大力气 便渡河成功 一过黄河便来到开封 安军转而向西 在郑州附近遇上了封长青的军队 两军相遇 本应有一番激战 但封军都是一些临时募集的青年 未经历过战阵 刀枪也又少又旧 他们被安陆山的骑兵一冲 便溃不成军 大家纷纷四散逃命 安军直驱到洛阳城来 那时候的洛阳叫东京 是长安的陪都 北魏和隋唐时 就坐过京城 凡胜不亚于长安 安陆山顺利进城之后 他的部下都想封关授决 大家商议 要乘机拥立安陆山为帝 他们利用大唐在东京的宫殿 仪仗、礼服和车年 给安陆山预备登基大典 安陆山果然在元旦这一天即位 接受百官朝拜 改国号为大燕 年号为圣武 但是在长安 杨国忠等人怕皇上罪责他们 便故意封锁了这个消息 所以明皇依旧平静地临朝 元宵节的晚上 杨国忠和他的姊妹们 还是一样的盛装出外看灯 城中三接六事热闹如故 可是打了败仗的封长青和副将高先知 已领着残兵退却到铜关来了 铜关是长安的门户 封长青和高先知认为 这里不可有任何闪失 否则京都不保 应该顾守为上 按兵不动 以以待劳 封军退入铜关的消息 到底还是传入京中 让明皇知道了 明皇询问杨国忠 他却一味推诿责任 指责封长青不善用兵 高先知恪寇军饷 并要明皇致他们重罪 令派大将 年老糊涂的明皇不加细茶 偏听偏信 一怒之下 果然派监军鞭令城带了手罩 到军前将二人拿住 鞭令城是个太监 擅作微服 将两人拿住后 随即在园门斩首处死 两员大将被杀 长安方面不仅无兵可调 现在还无将可用了 明皇又急了起来 不得不考虑御驾亲征了 杨国忠见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马上惊慌起来 连忙悄悄进宫见杨贵妃 对她说道 如果皇上出征 自然会让太子监国 我们杨家早已天怒人怨 若无皇上在旁保佑 你我的性命都会不保 贵妃毕竟是柔弱女人 那知天下大事 让杨国忠这么一下 便哭哭啼啼 跪求皇上不要亲征 明皇想起长生殿七夕的誓词 不觉豪气顿消 把贵妃扶起 长叹一声 垂下老泪来 这一夜 明皇想来想去 在大将中只有戈疏汉可用 他虽是胡人 却还忠厚 一日临朝 便降旨 照朝规矩 以太子为挂名的大元帅 命戈疏汉为副元帅统兵 戈疏汉这时已经年老退休 又患了半身不随的病 终日卧床 接到诏书 正在为难 他只有派人去和杨国忠商量 谁知 那杨国忠竟出言威喝道 不管他患什么病 如敢为止 我先办他一个斩醉 戈疏汉无奈 只得召集一些旧部 又接管了封长清和高先知的残兵 进驻同关 当时戈疏汉有个部将王司里 见局势恶劣 就建议说 当今的局面 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 天下人无不痛恨他 元帅合不上一道密奏 请将杨国忠解任 一来平息众怒 二来安路山也没有了借口 如此出师 自能一战而胜 谨小慎微的戈疏汉没有这样做 但杨国忠的耳目却将此事报告给了他 杨国忠心想 戈疏汉拥兵在外 随时可以做出不利于他的事情 于是他又跑到明皇跟前说 戈疏汉不可靠 此时 驻守在同关的戈疏汉也打算固守待遍 以意待劳 因为这是当时最合理的战略 可明皇还是听信了杨国忠的话 连下诏书 催促戈疏汉出兵 看他是否愿意和安路山一战 戈疏汉明知凶多吉少 痛哭一场 最后还是被迫下令全军出关 迎战安军 安军的先锋崔乾佑 眼看戈疏汉孤军而出 犯了兵家大忌 便在陵宝县布下埋伏 戈疏汉的唐军刚到 崔乾佑便立刻来了一个大包围 胡兵突然漫山遍野而来 又如兵从天降 戈疏汉的中军也被困住了 幸好几元副将领了数百骑兵把他救出重围 十五万大军全部溃败 戈疏汉才逃入关中 互有几元藩将来到行园 他们说敌军已到 请戈疏汉马上出来指挥 戈疏汉不知事迹 刚走出来就被重将附住 戈疏汉惊问何事 为首的藩将火拔归人拦头一败 说道 兵败到这般田地 元帅怎能回去再见皇帝 难道元帅不知道封长青和高先知 是怎么死在奸臣之手的吗 事到如今 唯有投降大烟才可保全性命 戈疏汉还想挣扎 众人已把他拥上马背 挥着白旗投降东北方的安军去了 就在这一天 安禄山的先锋率众进城 同关失守 本册故事完毕 且看下集马围泼